北齐文宣帝高阳,公元529至公元559年,北齐第一个皇帝,自紫禁,渤海修县,经河北景县东,人。 他是东魏宰相高欢的赐子。 高阳少时永逸聪慧,老爹高欢有一天想实施六个儿子的才干,拿出一团乱丝让几个儿子理清,诸子皆束手,唯有高阳上前抽刀就砍,说乱者虚斩,颇合老爹心意。 反映了高阳的气魄,不过治国最需要李万斯的耐心,所以高阳没有当个循规蹈矩的好皇帝的耐心,也说明他爱用刀解决问题,同时也使他成为有名的一代暴君,虽然没有下节,商周的知名度高,其残暴荒淫的档次并不在节奏之下。 东卫武定七年,公元五百四十九,大将军高阳凶成谋取代东卫,为及实现而死。 高阳记长朝政,此年任丞相,都督中外诸军事,陆尚书事,大兴派。 同年五月,善待称帝,国号齐,史称北齐。 高阳统治时期,北齐与北州关系比较平稳,因而得以集中兵力,财力向北方和南方扩张。 天保三年,公元五百五十二,以后连年出赛,法库莫西,俘获甚重。 天保四年,大败齐丹,掳获十余万口,砸出数百万头,有支持柔然功突厥。 天保五年,击败珊瑚。 天保五至六年,连续大败柔然,驻长城自幽州至恒州九百余里。 大量人口,牲畜的掳获有助于北齐国力的增强。 南朝梁政党侯景之乱后,国势周衰。 天保三年,北齐冰封南抵长江。 天保六年,宋祥将,梁宗市肖渊明入建康级地位,渊明后为陈霸仙所费。 齐军渡长江,占领石头城,为陈霸仙击退。 天保七年,齐军右南下,一渡至建康附近。 北齐江土扩展至淮南,终于陈朝以降为界。 高阳初级地位时,比较谨慎,以法御下, 虽勋贵外戚也不宽容,政治清明,人得尽力。 军国大政多独自决断,美林战阵身当史实,所向有功。 几年以后,开始以工业自傲,荒淫酗酒,思维暴虐。 他最喜欢的是拿大肠聚聚活人和生主活人。 所以,在金文殿上特地摆了一口锅和一个大聚,喝醉了就要找人来杀。 有时贤辈聚的人叫得不好听,还要去亲自下手聚。 后来,工理杀人太多,司法部门就把死囚装扮成禁卫军。 起名叫贡寓球,让高阳随时有人可杀。 汉族士大夫不必以为治国当用汉人,称鲜卑为车马克。 高阳认为讥讽自己,不久便杀之。 北齐一代出现对魏孝文帝以来汉化政策的反动,鲜卑化占优势,与高阳很有关系。 但他虽昏虐而尚能任用汉人士族,如阳阴为宰府,维持匡旧,时有赖烟。 所以时有主婚于上,正清于下的说法,北齐政权得以苟延下去。